佛陀祂慈悲開示 佛陀祂慈悲開示 福為道者如牛福重行生逆重 為道者就是學佛修道之人 指七眾弟子 學佛修道的人應該抱持什麼樣的態度 他這裡講如牛福重行生逆重 這個牛我們看它的體型相當的壯碩 好像是又有一點上半部比較重 下半部的四肢腳比較細 有一點頭重腳輕的感覺 所謂這牛腿很有力量 四根牛腿撐在那裡 還是可以運動的還是可以移動的 但是你如果在牛背上 讓它背負重物 這個牛會怎麼樣 你看這個女孩子她穿高跟鞋 跟這個牛的蹄有一點異曲同工 這個身體人的身體就像是建築的 建築這個力學原理的奇蹟一樣 這身體幾十公斤重 甚至有的百餘公斤重 這兩隻腳就能站立 還能墊腳尖 人要不斷保持平衡 不然就會倒下來 對不對 所以昏倒的人為什麼 砰一下倒下來 那女孩子她如果穿了高跟鞋怎麼樣 哇 那她兩個立足的那個支點 更小了對不對 她就要更用力更高度的保持平衡 所以這個跳舞的舞者 她如果穿高跟鞋跳舞 那時候哇這個舞翼怎麼樣 超裙 經過練習才可以 所以牛的身體已經重 她在背負重物 她要走 你看 行身泥走 要走在這個 比如說是這個水田裡 這個一腳踩就會陷下去 這個深深的泥巴裡面 又累 又怕跌倒 或者這個駕馭這個牛隻的人 常常會怎麼樣 吆喝鞭打 是不是 所以怎麼樣 就脾疾不敢左右顧世 修道的人 就像這個牛背負重物行在身泥裡面 累疾了 不敢分心左顧右盼呢 這個人如果有很大的壓力的時候 他就會產生高度的警醒 警覺之心 就會發揮出他的潛能還有專注 這個牛也是累疾了 東西又種 農夫又鞭打 這個地又不好走 他還敢左顧右盼嗎 還敢一邊走一邊在那邊反除吃草嗎 不敢的嘛 以前這個梁武帝 他有一位國師叫寶智功成師 對不對 這個梁武帝雖然號稱什麼 佛心天子 就是很喜歡學佛修行 也很喜歡見佛寺 供養出家人做很多善事 但是他就是畢竟是貴為帝王 你要他延遲境界 這個替力苦行 他可能是做不到的對不對 那他跟真正的修行人呢 還是有落差的了 所以有一天呢 這個皇帝他有很多的宮女 這個宮女在那裡唱歌跳舞 我們每次講到古代皇宮 宮殿 宮女 這個嫔妃 大家看這個宮廷劇 有一點概念 那就像我們現在這個流行音樂 不是有很多的這個少女團隊嗎 對不對 大家這個長相 身材各方面都經過挑選 控制他們的飲食 嚴格的訓練 突然站出來怎麼樣 就是讓這個觀眾聽眾都風靡傾倒 那個宮女當然也是經過挑選的 所以這個帝王 常常就是有事沒事怎麼樣 燒冥香 就燒了這個很好的那個香 然後要這個 就是一邊喝酒 一邊吃東西 那一邊呢 看著宮女在那裡跳舞 就是 這就是他的娛樂 那保治宮殘師常常就要 在這個殿前 跟這個就是 好像就是 聽後這個皇上 梁武帝的差遣 或者是問他這個佛法的問題 那這個皇上今天突然 比較沒有清淨心 想看宮女唱歌跳舞 那宮女突然都穿很少 那保治宮殘師當然就是要 入禪錠 用三分眼這樣 眼觀鼻 鼻觀心 坐在那裡 是不是 形成一個很不協調的畫面 當這個舞跳到熱烈之處 這個梁武帝就是叫好 好 跳得好 有賞 這樣 就看到保治宮殘師在那裡沒有反應 這樣 然後梁武帝就問他 這個治宮大師 你看到這些年輕 美貌身材較好的宮女跳舞 你有什麼感想 又要開始殘禪舞蹈 對不對 保治宮殘師就說 哎呀 這是平生不知道 你不知道 就在你眼前又唱又跳 你不知道 這意思就是說 你這好像說謊 找個藉口來搪塞 也是太牽強 你怎麼會不知道呢 就說 哎呀 這就是 這就是 大王啊 你如果讓我 跟你說個說法 做個實驗 你就會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他說什麼實驗呢 他說大王把死牢裡的死球 放出來 讓他們頭上頂著一碗油 我來做給大王看 真的這個 這個良武帝就把這個死球 下令把死球放出來 然後呢 頭上頂著一個碗呢 碗裡面呢 裝滿油 導致共產師就說 我在這裡請止啊 這些死球 等一下看這些宮女唱歌跳舞 如果他看這些宮女唱歌跳舞 他從這邊走到那邊去 這個油都不灑一滴出來 可否請大王赦免他們的死罪 如果他們的油漸了一滴出來 當場出死這樣子 這兩位弟說 好 就這麼做 結果那些歌女在那邊唱歌跳舞 那些宮女 就是頂著那個油漸漸漸漸走過去 忽然這個保治共產師說 停 請問 他就問那些死球 請問你們看這些宮女唱歌跳舞 有何感覺 他說提稟大師 沒有感覺我不知道 他根本不敢看也不敢想 就像這個經文講的怎麼樣 脾疾不敢 左右故事 他如果想了這個宮女真漂亮 真香 聲音真好 如果眼睛瞄那麼一下怎麼樣 頭就掉下來了 就再見了 再傻的人都知道 看一眼就再見了 誰敢看呢 對不對 如果忍住不看 被放回去了 那多好啊 被赦免死罪 這時候梁武帝才恍然大悟 他就說 祈禀聖上 他就說 貧僧就是 面對生死無常 這個就是非常的迅速 在這種狀態之下 看待我的修行 還有生死的問題 所以宮女她在跳舞 這個品生真的不知道 也說她一心都安住在道業上 不敢想其他的事情 不會懈怠放逸浪費時間 就像剛才我們念誦 開閒解脫道 對不對 開閒解脫道裡面也有講到 醫生 你現在執育 這個八峽十元滿的人身寶 又可以來學佛修行 學佛修行又可以聽聞 大上佛法 甚至是無受恥無常的密法 就那麼一次機會了 對不對 多生累劫以來 哪裡有因緣這麼好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還想懈怠放逸 無疑是找自己會命的麻煩 我們有時間再來講解 開閒解脫道 然後呢 這個就是跟著我們的經文 是相呼應的 就是疲疾不敢左右故事 不敢左顧右盼 不敢分心 佛陀就講 學佛修道的人就要這樣 那什麼時候才可以稍微放鬆呢 出離淤泥乃可蘇席 淤泥是什麼 三界六道的輪迴 輪迴過患 你還沒有出離六道輪迴之前呢 你怎麼敢休息 所以我們偷修常常都講 我們最近做很多功德 最近大家八關齋戒 精進大法會很累 我們要來放鬆一下 你放鬆什麼 你放鬆什麼 佛陀在這裡開示了 出離淤泥乃可蘇席 你去跟那些死囚看 這宮女穿很少很漂亮 身材腳好好香 看一眼吧 你看他看嗎 他哪裡敢看 所以學佛修行的人 你不要放鬆 不要穴帶 不要急著休息 有人常常跟我講 他要休息一下 他最近很累 適當的調理 把身體照顧 維持健康 精神不要緊繃 那是對的 為什麼 休息 適當 合理的休息 要走長遠的路 才會走得長久穩健 你動不動就想休息那種 懈怠放逸這習氣很重的人 你要注意 你動不動就想懈怠放逸 已經成為一種惡習了 他會障礙你的解脫道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